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你一套形式 也就是你在某一个艺术领域里边跟着我学 假如我是绘画的领域 那么你是我的徒弟 你是我的弟子 我教你用各种各样的形式 每种形式都要很熟 你正能够拿这些形式开启责量吗 未必 所以你还得领会这些形式 它意味着什么 它如何可能把资料打开 最近进入第四节 我们来讨论艺术承受的方式 每一部艺术作品都可以说 它在向我们续说着什么 都是一个narration 都是一个陈述 建筑也在向我们续说着什么 雕塑也在向我们续说着什么 绘画的作品 每一部音乐的作品 都在向我们续说些什么 在一个广义上用语言这个词 那么就说每一种艺术都有它自己的语言 建筑有建筑的语言 雕塑有雕塑的语言 不管这些语言在历史上 在这门艺术的历史上发生怎样大的 怎样大的变化 它总是一种语言 每一门艺术它的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它获得自主的地位 就它自觉到自己的语言跟其他艺术语言的差别在哪里 比方说电影吧 这是一个晚静的艺术 工业化时代带来的 一开始它根本不是艺术 基本上是所谓娱乐的工具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也有了无声电影 电影的历史往前追溯并不很长久 一开始还没有声音呢 后来总算有声音了 有声电影来了 后来终于从黑白电影变成彩色电影了 后来还有立体电影 现在所谓3D 都有了 电影向来被看成是一种娱乐的手段 连慈禧太后也看过一次 好玩 后来电影论论真正的想要把自己做成艺术了 结果它还是没有自觉到自己的语言是什么 它成了文学的服庸 看一部电影等于是什么 看一部被搬到荧幕上去的话剧 对不对 我们其实欣赏了文学 我们中国电影历史上 谢敬这个人物很重要是吧 一个时代中国电影的成就的标志 谢敬模式 这个谢敬模式的主要的缺点在哪里 它始终让电影服从于什么 文学 就是被我们去欣赏被搬到荧幕上去的话剧 台词非常重要是吧 人物情节和人物之间的情感的关系 心灵世界的碰撞 全要用台词才能得以表现 这就是说在谢敬手中的电影 还没有获得它什么 自主的地位 西方人当然老早越过这个阶段 西方电影 西方电影充分认识到自己是视觉的形象 视觉的语言 是荧幕上的光和影 以及它的主要的语言的成熟方式叫蒙太奇 他充分关注这个东西 这才是我这门艺术的语言 这门语言不可被文学的语言 或其他的语言所取代 所以我成为一门不可被取代的艺术了 任何一个学电影的人 先要搞清楚这一点 你为什么做电影导演 你首先明白的是 这是你们不可被其他艺术所取代的艺术 为什么不可取代 因为它有自己的语言 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事情 好 我们现在就来讲讲艺术语言吧 艺术语言 五大类艺术是基本的 电影是综合性艺术 一部没有音乐配音的电影 是不可思议的 是吧 音乐一定要在其中 一种没有绘画艺术的启发 来拍摄的电影 它也是不行的 我举个例子 各位如果去看一个 得了好几项奥斯卡大奖的 那个电影叫 Out of Africa 听说过吧 走出非洲 它里边文学有吧 有 有人物 有爱情故事 是吧 有一个文学的一面 它有绘画的一面 有 这部电影 由于得了奥斯卡奖 许多全世界许多人都看过这部电影 都心向往着什么 到非洲旅游呢 所以Out of Africa 也是一部成功的非洲风光片 它音乐从头到尾用的就是莫扎特音乐 莫扎特的音乐作品数量繁多 这个电影导演非常巧妙 从电影的开头到就位 配业 无业不用莫扎特的 而且用的非常恰当 所以它有音乐 有文学 有绘画 还有形体表演 还有声音的艺术 就朗诵 因为电影演员的独白啊 这个台词啊 它是要用一镜的方式被说出来的 这种说话的方式是种 语言 声音的艺术啊 它也足够美的了 就像我们 现在这种电影类型已经开始衰落了 就是上海电影一支片场听说过 现在都有的基本上不翻译了 打打字幕就算了 以前可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配音演员 他不是灯台表演 他就是配音啊 翻译成汉语了 第一要对口语吧 口语要对好了 原文变成汉语之后 根据这个演员 那个原来的外国的演员 他说话的这个口语要配上去 但是这个文字又要非常好 然后要有那些配音演员的 声音的艺术让他出来 于是当时我们就有许多 让我们很 蛮崇拜的配音演员了 像李子 像那个什么 刘广宁 李子 秋月 秋月峰 秋月峰配音非常好 配的是谁呢 比如说奸华的人 狡诈的人 那种阴险的声音 都配得出来的 可见这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电影 这种电影经过这样的配音演员配了之后 你哪怕没到电影院去 你就在这里听广播 当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常有这种节目 就一部电影是你听完的 在家里听完的 那么你就在信上两样东西 一个叫文学 因为这个电影有情节 有人物 还有一个在信上什么 配音演员的什么 声音的艺术 但他不是对一部电影的完整的信上 电影的完整的信上 你就必须什么 进入电影院 他获得了他自己的语言 所以我们就可以 让这概念成立 叫艺术语言 那么艺术语言 跟日常语言的差别在哪里 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切陈述 语言都是陈述 一切陈述都要用符号 这没问题的是吧 在一个音乐作品当中 一具一个完整的主题 它就有一系列音符组成 构成一种音程的张列 我们通常把这种张列 音程张列叫旋律 旋律 那么就他的叙说了 有时候 我们直接要听一部音乐作品的时候 我们急着也像在看文章 或者看一首诗一样 是一句一句听下来的 他每一句他都有 你要首先你听音乐的能 本是第一个 你分得出吗 这一句句子结束了 下一句来了 你要分得出来 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比方说一个演奏家 他去演奏一个乐曲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听过先前演奏家的演奏 就没有落音的 他比自己来演奏是吧 他读谱 读谱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读出这一句 从哪里开始到哪里去说的 就分句子 就好像标点符号标点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功夫 乐谱里边没告诉你 这里停下来了 那里有新的句子来了 他一连串写下来的 你就读谱到这里 哦 这是一句完整的 第二句来了 有时候这句很长 我们学古汉语最好的一种办法是什么 拿一本古文 里边没标点的 你这句给它加标点 这个功夫很厉害的 你这个功夫做熟了 你这古汉阅读能力最大的提高 它没标点你知道吧 全要凭借着你的领会理解啊 终于知道这应该是个逗号 那里应该是个句号 你如果很粗俗 全有一个黑点 还不够 因为现在标点符号 可以分逗号分号 句号还有省略号 诸如此类 你能不能用上去吗 所以这是提高古文阅读能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读谱也是读出一句一句来 好 每一句都是个陈述 而每一个陈述都用符号 那么请问符号的意义是怎么出来的呢 我在这里写一个符号 各位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设置架 加号 还有呢 医院里边那个化验单上的阳性反应 这电学里边的什么 症结 可以吧 对着腹结的 它究竟是设置架 还是加号 还是症结 还是阳性反应 你不能确定的 你无法确定它 你必须把符号放到一个陈述中去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放一放 这是个完整的陈述 算术的陈述 由于这个陈述来了 其中每一个符号的意义 终于被 确定了 这不是鸭子 对不对 这也不是耳朵 这是二和三 等于五 这里再也不是设置架了 加号 日常的陈述都如此 在这种日常的陈述当中 我们并没有在艺术的陈述中 这不是艺术的语言 是日常的语言 日常的语言都是分析性陈述 什么叫分析性陈述 在一个陈述中 它的每一个符号 通过这个陈述的整体的意义 都可以分析的获得 那么在这个陈述当中 整体的意义是个什么呢 加法运算 是吧 由于或者了这个陈述的 整体的意义 于是它用的每一个符号的意义 都是分析的被确定了 它不是设置架 就是加号 日常语言都分析性陈述 但是艺术的语言不是如此 我想去一个故事 正式的事情 那是好多年 好多年前 我们还经常听广播的那个岁月 有一次 我听 正好早晨 我把收音机打开 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在播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说有一个 北京的小学的语文老师 他有一次给孩子们 其中考试 考试的卷子发下去了 这考试当中有一类题型叫什么 填充题 一句句子端 留一个空档 里边填一个词吧 那么这个填充题里边 有一道题这样的 冰龙化了以后 是空档 你填吧 班上除了一个同学之外 都填了水 就冰龙化了以后 是水 符合标准 符合标准答案 偏偏有一个同学填了两个字 春天 提卷子的时候 老师打岔 扣了两分 因为不符合标准答案 全体其他同学 一律写下 冰龙化以后 冰龙化了之后是水 这个同学说 冰龙化了以后 是春天 他错了 这件事情传出去了 引起教育界的什么 轰动 许多人非常愤怒 教育工作者 开始哇啦哇啦讲话了 纷纷追问这个语文老师 请问你上的是什么课 你如果上的是自然常识课 我们不能批评你是吧 小学里已经有自然常识了 那么自然常识课 会把一些最起码的物理学 知识交给同学 是吧 如果是这样一种课 你最后一个标准答案是水 没问题 因为这句话讲的就是什么 物态的变化是吧 从固态到液态了 这是自然常识课 但你偏偏教的是语文课 你居然有一个标准答案 叫水 全班所有同学之外 就这个同学 你要知道他是什么 文学家的重制 你不光不能扣档分 还得加分吧 我就听到了这广播了 我第一反应是什么 在语文课上 终于有个同学 给出了一个什么 综合性陈述 什么叫综合性陈述 它同样也运用符号 所有的陈述都用符号组成的 在分析性陈述中 每一个符号的意义 被一亿的规定了 加号就是加号 它就不是这字加 这是分析性陈述 但是当那个同学写说 这样填了两个字 叫春天的时候 那个冰 就一定是指冰吗 那个龙化 一定是指物态的转变吗 不是了 它引起我们的想象 这个冰完全可能是指什么 一个漫长的黑暗的岁月 终于结束了 这叫龙化鸟 春天完全可以指什么 不一定是指一个 大自然的气象学 气候学的一个季节啊 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时代 终于来了 对不对 什么叫艺术的语言 都是综合性陈述 在这种陈述当中 它用的每一个符号的意义 没有被一意的规定了 而是什么 打开了 在尘数中 在风险性陈述当中 每一个符号的意义 是被封闭好了 是不是被封闭好了 在综合性陈述当中的符号的意义 不是被封闭了 而是什么 开放了 允许我们的想象 所以又想起了那个马志愿的天津杀小龄 是吧 因为太方便 我们现在也不能拿一幅画错来说 或者拿一段音乐来说 这是综合性陈述 因为讲课的决限性 所以四个 每每是我举的例子 就像我刚才背诵了一段 江河的 祖国啊祖国 第一段 长城在那里被它说成什么 锁链 千年的锁链 它是真的指那个尸际的锁链吗 当然不是 它是重要的象征是吧 它是指一个尸际的 孩童的 它的所谓 我的儿子 在我的手中 它刚刚死去 在我的手中抽搐 是具体所指的那个东西吗 不 综合性陈述 就是这样的有意思 它把它的每一个 手用的每一个符号的意义开放了 于是引起我们 获得一个什么 想象的世界 这个世界 等待着我们自己去进去 所以哭疼 老树 婚鸭 你读到这样的句子的时候 你不会说 它在告诉我们两种植物 一种动物 绝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一个组合 然后又一个组合来了 叫小桥流水人家 又一个组合来了 叫古道西风寿马 这是我上次已经谈到的 在综合性陈述当中 它完成了一件什么事情 物相转变为 相依 相还是相 但它充满意味了 充满一种 意韵 在分析性陈述当中 物相永远只是物相 在综合性陈述当中 物相才转变为相依 洛格和相依构成了一个叫什么 相依群 生存场 只可能在相依群中呈现 把物相转变为相依 就是艺术的语言的作用 每一部作品的形式 就是它的语言 这种艺术的语言 开启资料 现在把它具体化这件事情 就是把物相转变为相依 这叫开启资料 相依构成了一个相依群 一个group 是吧 然后这种陈述呢 符号之间的关系不是逻辑关系 是把这几个符号 纳落到一个想象性的关联中去 这样才构成一个相依群 于是生存场 有可能在其中呈现 也可能没成功 还要看下一部 我在我写的这本小书里面 举了一个例子 也就是江河的另一首诗 因为在第二章的 这一节当中 讲到相依了 本人所杜撰的一个词 是吧 这个相依究竟在说什么 我说是由相结义 是吧 倒数第二段 就八十一页上倒数第二段 相依是由相结义 义在这里指相的义运 相因此而不停留为相 而是展示为义 但是义又不脱离相 而始终因相而生 因而保持为感性的 这个义不是一个观念 它保持为感性的 我因此说 因此当我们写诗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在写一个 逻辑的命题 而是在给出一个综合性陈述 举例 当时在八十年代 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批诗人 后来被称为什么 蒙隆诗 蒙隆诗的这个诗歌运动 就在那个八十年代 在中国诗坛上 一军不起 其实这诗也不那么朦胧 其实是蒙隆诗运动的最初阶段 其实不怎么朦胧 但是它已经打破了什么 先前中国诗歌创作的传统的这个标准 我常常想 生活应该有一个支点 这支点是一座纪念碑 天安门广场 在用混凝土筑成的坚固的底座上 建筑去中华民族的尊业 纪念碑 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 像一台巨大的天平 一边是历史 是昨天的教训 另一边是今天 是破裂和未来 纪念碑默默地站在那里 像胜利者那样站着 像经历过许多次失败的英雄 在城市 整个民族的骨骼是它的结构 人民巨大的牺牲给了它生命 它从东方古老的黑暗中醒来 把不能忘记的一切都刻在身上 从此 它的眼睛 关注着世界和革命 它的名字叫 人民 我们看到了这一组综合性陈树 你如果把这些陈树拆开来看 它用的符号其实都很枯燥 什么混凝土 什么底座 简直是力学概念 天平 是吧 这些符号 怎么变成诗的语言了呢 但是它组合的缘故 它的那种想象性的关联的组合 让这些什么混凝土 底座 统统变成了什么 相义 因为它的组合是非常奇特的 对吧 它说 用混凝土组成的 坚固的底座上 建筑起什么 中华民族的尊严 一个非常抽象的词突然来了 跟两个非常枯燥的词官 来在一起了 一个叫混凝土 一个叫底座 然后还建筑是吧 建筑学了 马上来了一个叫尊严 一下子 情况不一样了 延然 一个相义群 呈现了 在相义群当中 一个民族的历史的生存世界 得以展开 我以为这个例子也很能说明 艺术总是用它自己的语言 叫综合性成熟 真能够画腐朽为神奇 不要以为一部 一首写的很好看 很好的诗 就是用华丽的词早堆积出来的 不是 就看你能否什么 用你诗歌的形式 来开启那个本来 自行所必的资料 然后因此做到 让物相 转变为相义 让若该个相义 构成一个相义群 于是你开始写诗了 就这样写诗的 所以我们讲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怎么来保护好 我们自己本有的 性命的力量 就像那个小学的学生一样 在那个填空体上 居然填了两个字 春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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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